河南台首席几只先是在土堆里打了几个滚 然后又到火车站捡了四天烟头 他装疯卖傻靠乞讨卫生 为的尽是让自己能被顺利拐走 2011年夏天 河南都市频道的记者崔松旺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 电话里称现在省内有一些人贩子 他们会转门到公路 火车站附近又骗那些智障人士近黑砖摇 被骗进去的人每天都做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并且动作稍慢就会遭到毒打 崔松旺收到爆料后立刻就和同事们展开了调查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 他们发现这些黑砖摇的警惕性非常高 崔松旺他们根本无法拿到直接证据 只要一听说有人举报 黑砖摇就会立刻将那些残障工人转移走 并且这里的摇厂与摇厂之间还会互相暴毙 没有证据 崔松旺他们就没有办法将黑砖摇的老板生制依法 为了救出里面的人 崔松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假装成一个残障人士 然后潜伏禁咬场拿到对方犯罪的证据 这个想法无疑非常危险 可这位崔松旺也是个狠人 当年他参加工作虽然还没几年 可电视台里的任务他都会想尽办法完成 也参加过不少暗房任务 人送外号暗房小王子 说死了都要拍 兴容的这个崔松旺 于是第二天 崔松旺就把自己打扮得拉里拉遢的 扮成了一个逃犯的样子去借进黑砖摇 到了门口以后 崔松旺声称自己已经很久没吃饭了 求看门的给他点吃的 还问场里有没有活干 之后砖摇的人就拿出了一碗 看起来放了很久的面条给他吃 崔松旺还没接过面条就已经闻到了碗里的所谓 但为了让砖摇的人相信自己真的是个逃犯 他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碗面 吃完面条 崔松旺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混进黑砖摇了 可没想到对方不仅不让进去 还直接把他给赶走了 并且还派人跟踪了好长时间 直到没有发现怡场才离开 后来崔松旺和同事才大致摸清了这些人的拐骗思路 那些人经常拐骗的是一些无家可归 经常流浪在外的智障人士 所以这次崔松旺再次出发 而他的目标 就是让自己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就是个智障 为了这一天 他留了半个月的胡子 四天四夜没有洗手洗礼 人送卖号 暗访王子 为了能成功混入黑砖摇 男人先去土堆里打了一个滚 然后就在火车站附近沉浸式体验起了流浪生活 男人名叫崔松旺 是河南都市频道的记者 而此时此刻 他的同事就隐藏在周边的角落里隐蔽拍摄 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是执掌 崔松旺时不是会在地上打滚 捡别人抽过的烟屁股 还去垃圾桶里翻找食物 到了第三天 有人主动施舍给了他一个馒头 这说明崔松旺的演技已经合格 隔天终于有一个回忆男子上来打话 而他就是专门给那些黑砖摇拐卖智商人士的人 说完这句话 男人就离开了 崔松旺此时摸不清那名男子的想法 还以为自己的伪装被发现了 随后就发现 男人在一个凉皮摊附近跟人接头 为了抓住这次机会 崔松旺装作要犯的样子 慢慢走到了凉皮摊跟前 然后捡起别人剩下的凉皮就全给吃了 犹豫天热 当时那碗凉皮已经熟了 但崔松旺却强忍着爽味 狼吞胡咽的全部吃光 然后摸摸嘴就离开了 你到现在一段心里障碍 障碍太重了 如果我当时看到这个粮食是随持下的 我心里会更有障碍 正是因为这一幕 崔松旺终于在人贩子那里挂上了号 一二天 那人就匆匆把崔松旺拉上了一辆出租车 说是要给他找个祸感 崔松旺终于成功地进入了黑砖窑 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 窑场监工的一句话就吓得他当场腿软 当时那个监工给这个帮助说 这家伙蹭 鞋还可以 给他扒了 崔松旺让他们扒一双鞋道不要紧 可关键是 他的鞋里还藏有一部手机和暗访设备 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性命难保 千军一发之际 崔松旺很随意地醒了一把鼻涕膜在鞋上 老板嫌恶心就让他走了 就这样 崔松旺成功躲过了第一劫 可对他来说 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记者为了揭露黑砖窑的真相 连续四天在火车站假扮智障人士 在地上捡别人的烟屁股和凉皮吃 终于如运被埋进了黑砖窑 厂里面干活的全是被非法拐卖来的智障目工 一群人挤在猪圈一般的小房间内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屋子里散发着让人窒息的味道 这里没有工资 一日三餐也只有煮得半生不熟的各大汤 混着发缩的粮食 匆匆一撇后 崔松旺便被迫加入了这些人 开始了炼狱一般的生活 白天崔松旺要和工人们一起劳作十几个小时 稍有懈怠就会被监工一顿毒打 而且最令崔松旺担心的是 监工还总往他们下半身招呼 崔松旺才赶了一天就受不了了 他在派下了大量证据后 就决定趁着夜色赶紧逃出去 然而逃跑却并不像他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第一晚崔松旺正在打磨捆着双脚的绳子 却被监工逮了个正招 虽然证据没被发现 却被狠狠打了一顿 第二天 正在干活的崔松旺因为动作慢了 被监工看到后不用分说的又挨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他之前戴的隐形眼镜也给打了出来 这种条件下寻找隐形眼镜绝无可能 这无意味他的逃跑又增添了一份难度 到了晚上 崔松旺又借口喝水 从厨房后面的一堵断墙那里翻了出去 接下来就是拼命的奔跑 前面一片漆黑 后面是监工带着狗在追 狗叫声在漆黑的夜里格外响亮 那种声音让崔松旺觉得如果自己被找回去 即使不被打字也会变成真的残废 由于没有照明设备 崔松旺没跑多久就掉进一个大坑里外的脚 但为了活命 崔松旺一刻也不敢停歇 跑不动了他就手脚并用地往前爬 踏过一条小河后 崔松旺就给同事们发了求救信息 但当时的农村根本无法定位 同事们害怕打草惊蛇也没有报警 而是一直守在约定地点等待接应 最后当崔松旺终于与同事们见面时 他扑在同事的怀里大哭了起来 逃出来后 崔松旺将在黑砖窑取得的情报 第一时间交给了当地的警方 根据这些证据 警方顺利地解救了黑砖窑里的30名智障工人 并且逮捕了8名黑砖窑的老板和员工 除此之外 河南警方海队辖区内的所有窑厂进行了全面调查 以确保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崔松旺也因此被拼为中国2011年年度正义任务之一 现在虽然崔松旺已经淡出了大众事业 但他依然坚守在打击黑五点的第一线 正是像崔松旺这种平凡英雄的牺牲 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如此美好 在这里 我想他们这一最崇高的敬意 文字幕队静